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向心力的來源 誰提供向心力 這也是一個會問的問題 好 第一個 地球繞太陽公轉 月球繞地球公轉 那個 我們說把它當作圓周運動 雖然它實際上是一個口圓形 可是它因為它需要轉彎 所以它也是需要所謂的向心力 來源就是萬有引力 來源就是萬有引力 這段話我在講義上寫在第六領 但是我直接把它放到前面講 所以把它移到前面來 就是講義上放到後面第六領的地方 人造衛星繞地球轉的時候也是一樣 它要繞地球轉 太空說繞地球轉 基本上這種太空上的一些運動 繞地球轉 繞月球轉 這些東西的向心力 通通都是來自於誰 萬有引力 都是來自於萬有引力的 然後提供它作為向心力致用 人造衛星 有一種人造衛星叫做同步人造衛星 就是它的繞地球轉一圈的速度 跟地球自轉運線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對於地球的風險 它永遠在某個定點的上空 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變過 這裡為了某一種用途 它要做這樣的狀況 它叫做同步衛星 衛星有很多的用途 像三年級地科下學期 我們會跟你講所謂的衛星雲圖 我們用人造衛星去拍攝雲圖 然後給地面上做參考 好了 因為在天上這樣打下來 可以避免到一些高山的阻隔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現在還有所謂的衛星定位 什麼活動 只是告訴你說衛星有很多的用途而已 當然它的詳細的衛星有很多種啦 用途也各自不同啦 有繞集的人造衛星啊 有同步的人造衛星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個以後再唸到的時候再說了 就大概就大家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向心力的來源 來自於萬有引力 那轉雨傘的時候 那個小水梯會跟著雨傘一起走 它也需要向心力 這個向心力就來自於小水梯跟散面的摩擦力 那你轉得很快的時候 它就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可是呢 你的摩擦力不夠大 所以又怎麼辦 向心力不足它就會 它就會 它會想到會員切線飛出 會員切線飛出 然後衣服啊 家裡面的脫水肌啊 尤其是那種舊式的 有一個特別的脫水肌 那種脫衣肌也是在旋轉旋轉很快 然後呢 把那個水甩出去 因為轉得非常快 它需要很大的向心力 可是摩擦力不夠 然後向心力不足 剛剛我講的 會員切線飛出 就把水甩出去了 就達到脫水的目的 這就是 這些的來源是來自於摩擦力 提供我們做向心力之用 這是有人問過的例子 就是 尤其像自行車賽道上 那個轉它會做成斜斜的 它為什麼做成斜斜的呢 因為要提供給它一個向心力 它圖上面顯示 它有個重量向下 同時呢 它會壓在這個斜面上 斜面給它的支撐力 我們稱為正向力 它跟接觸面垂直 這個兩個力的合力 指向中間的圓 注意 是指向中間的圓的圓心 不是沿斜面向下 如果沿斜面下 那變成是下面叫圓心 就直接撞到地上去了 總共撞到地上 所以它就直接在中間 然後轉過去 所以它就啟動它做一個向心 讓它能夠轉圓 所以它做成斜斜的 讓你可以繞著那個跑道轉一圈 所以摩托車 摩托車 你看那些什麼GP不管賽車的人 它怎麼轉彎的 它就把身體斜下來 所謂的壓車 因為這樣斜下來的時候 就是斜斜的 就會有一個撐住地上的力量 然後一個反重力 然後跟重力呢 做合力 然後讓它用 壓在這一點 你說對了 壓在這一點 這就是 要嘛就是 向心力太多 就直接下去了 拉進去了 然後向心力不足 就衝出去了 衝出去了 可以 這樣子 然後網路上呢 有一位 有一個 神過彎的電影 要不是影片 它就是壓車 所以腳踏車要轉彎有兩個方法 一 轉龍頭 低著它轉過去 方向轉過去 二 斜 歪一下 比較帥就是歪一下 這個就屬於 比較帥的那種 影片就是屬於比較帥的那種 正龍頭 正龍頭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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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壓車就可以轉彎了 神過彎